红柿 这里有很多野生小版丽 我们这里叫这种板栗 叫做羊死板栗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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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板栗用来煮的是最好吃的 它的味道跟板栗的味道是一样的 不过生吃也可以 架子就剪了那么多 接下来我们开始炒小板栗 也就是毛板栗 大概炒了有五六分钟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点点开口了 然后我们还要再炒几分钟 应该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已经开口了 这个已经开口了 现在我们把它盛出来 我们来尝一个吃一下 味道不错 有点像板栗的味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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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